王毅表示 美方不能总是以两幅面孔对华 一边肆无忌惮唯独打压中国 一边若无其事同中国对话合作 美方既然多次表示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就要从根子上树立理性对华认知 构建正确相处之道 以尊重的态度开展对话 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 以甚至又甚的态度处理分歧 而不是动辄从实力地位出发 我行我素任性范围 把以前的错误当成继续犯错的借口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 王毅强调 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危险 是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公开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此次会面是今年王毅外长 与布林肯的第四次会见 分析指出 美国有意寻求在地区热点问题上 与中国的合作 但只有美方态度端正 才能导向实质效果 这是中方一直向美方传递的信息 我们有一套整体性的对美战略的交往 这样一种新的认知 希望从构建正确的这个战略认知开始 系好中美关系的第一颗钮扣 那也就是说需要校准和对齐 美方对我们的这个战略认知 以及校准和对齐中美双方 对于中美战略关系的这样一种认知 那么这是一个持续沟通的过程 如果美方希望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话 那么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正确方式 就是美方站出来 明确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避免再给赖清德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 这次的指明道性明确的这样一致 其实我们希望是向美方传递这样一个清晰的信号 这个事情的主动权是在大陆这一侧